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2024年二级剪造师职业资格考试 跨业工程管理于实务的金奖课堂 我是主要人黄老师 首先给大家说一声抱歉 因为我们的课程更新的进度相对来说比较慢 课程更新的晚 主要的原因还是咱们的教材改动太大 整个课间要全部重新做 所以的话耐误了很多时间 但是我们的课程一旦更新 后面会源源不断的进行更新的 那我们在金奖课 讲课之前首先看一下导学课 导学课说一下跟咱们考试内容无关的 但是大家要知道的内容 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说 第一个方面介绍一下二键考试 第二个方面介绍一下咱们矿业实物这个科目 它的学习内容以及考清的分析 第三个方面 针对我们后面要开设的课程 以及你学习过程中 应该如何背靠矿业实物 给大家提点建议 这是咱们导学课学习内容 另外给大家提一下 咱们右侧可以看到有个刊物更新的二维码 这个二维码主要是针对 咱们在讲课过程中或者讲义里面有一些错误的 咱们在这个刊物更新的文档里面会进行更新 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 否则错误之后 可能这个视频里面无法再去提现更新的这个内容 所以我们通过文档来进行更新 那这个大家通过你微信二维码去扫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首先我们来看导学课第一个内容 关于二级建造师的考试介绍 二级建造师的考试介绍 首先第一个方面我们要说的是 关于我们二级备考的一个周期 那对于咱们二级的备考周期 从现在开始算的话 差不多也就半年的时间左右 那半年的时间不多不少 其实刚好能够满足咱们二级三个科目进行备考 那对咱们矿野实物 因为它的难度肯定比其他两个技术科目要大 所以它的周期要更加长一点 我建议大家最起码你要从我们2024年 过完年之后进行备考 也就是说我们二月份要开始备考了 那整个备考的周期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一下 首先你学习的周期你要搞清楚 早一点一月份晚一点二月份 也就是说你从考试之前 一到五月份 这么五个月你要进行了扎实的学习 三个科目都要进行学 你当然如果能力强基础比较好 那你可以划的时间相当短一点 你如果说是三个科目都要考 而且你的基础比较差 学习能力相对来说慢一点 那我们可以占线到长一点 你可以从一月份开始 主要说一下在这里 你要把这个时间肯定要花进去 一定要花时间 你如果说想要过二件 你还不舍得花时间 那这个是不行的 虽然二件的难度相比较一件低一点 但是你不花时间 仍然过不了 另外就咱们的报名时间 报名时间是我们一般考试之前的两到三个月 我们预计考试时间是六月初 所以的话 报名时间就是在三月份左右 这个到时候 在三月份的时候 很多公众号会有通知 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另外就是咱们的出成绩 你六月初考试 出成绩大概在考完的两到三个月 也就是说八到九月份 二件就出成绩了 那时候就可以看一下你前半年 付出的一个成果 看到底怎么样 是这样的 这是整个咱们二件 从备考到考试到出成绩 这么一个周期 好 接着看第二个内容 关于考试的科目和时间 对于考试的时间 咱们刚才说了 预计在六月初 总确计算一下的话 预计在六月八日到九日 所以此时此刻你可以看一下 你现在的时间 离这个时间大概还有多远 是吧 看能不能满足你的一个学习的时间要求 所以的话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你一定要定好这个目标 我要在八月九号去考试 八号九号去考试 然后的话 我还有多少时间能够满足我 如果说离这个八月八号九号 离得比较近一点 那你可以多花点时间 每天 对吧 如果离它远一点 可以少花点时间 所以这个时间一定要明确 另外就是咱们考试的科目 考试的科目 咱们二件一宫考三个科目 第一个科目叫做建设工程施工的管理 第二个科目 是咱们的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第三个科目就是咱们的矿野工程管理食物了 那对这个食物 咱们主要来说一下 其他的这个技术科目就不再举强 讲了 大家仔细看 对咱们食物科目 它主要提醒是什么呢 选择体加安理体 选择体相对来说 简单 你不会引了闷 但是安理体 它四道安理 它需要你去写字 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 所以综合来说咱们的这个食物科 总共满分是120分 120分按照60%作为及格线来划分的话 72分几个 当然我们二件事各省 自主化我们的及格线 所以有的省份它的食物的及格的分数 可能不是72 可能比60%还低 可能是55 可能是60 可能是65 这个都有可能 但是你备考的目标 你不管在哪个省 你以往的及格线在什么 你必须按60%的及格线来要求自己 也就是你平时模拟进行做题的时候 你的得分必须在72分以上 你不能说去年我这个省 它的及格线在55分 我只要说模拟题在55分以上 我就算达到备考的要求了 不是的 你必须按60%的做的备考 这个是对于我们的一个要求 其他科目也是一样的 好 这是咱们的考试时间和考试科目 另外就是对于我们全国有这么几个省 福建 永南 贵州 这些省是自主媒体 机考和指考结合 这个的话 你在这个省自然而然这个事情 你是知道的 我不做过的解释 但是大家要注意 全国你不管哪个省 咱们二届的教材用的是一样的 考试大纲是一样的 那就是你学习的时候 不管哪个省的同学 他学习的内容课程都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你考试的时候 用的试卷 他有所不一样 就这几个省 他是自主命题 试卷不一样 所以无论哪个省 我们的课程 他是一样的 考试的时候试卷不一样而已 另外机考 指考 结合的意思就是 我们用电脑考试 和线下这种 你去 在试卷上考试 它是分开的 你可以选择机考 可以选择直考 那你在当地的省份 你自然而然 按照这么人家的要求 去进行选择就可以了 这个倒是影响不大 但是你最重要的 就是你这个备考 你要做好 你不管机考直考 不管是自主命题 还是二届其他省份的 同一命题 你只要备考 达到我们的要求 你肯定就能过 这才是重点 好了 接着看一下 我们矿业实物的试卷结构 前面说了 咱们的实物 主要分为选择题 安理题 对咱们的选择题 安理题 大家都知道 最重要的就是安理题 安理题 不光是它的一个难度大 而且它的债比的分值比较高 我们满分120分的试卷 咱们分为三大板块来说 单项选择题 多页选择题和安理题 单选加多选 选择题部分 占40分 那120分 减40分 还是多少分 还是80分 也就是说 四道案例 占80分 每道案例多少分 每道案例20分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试卷结构 你比较清楚 我们在这里的关键点 就是什么 安理题你要拿分 你案例题拿了分 你考试就要通过 总分80分的案例 我们及格分 才72分 也就是说你整个案例的总分 要比及格分还要高 你选择题 单元一分不得 你案例题如果能够得很高的分数 他也能过 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 因为案例题不可能 所达到70分级以上的 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在这里的话 咱们选择题 里面的单选 多选 你也要能够得足够的分数 然后案例题能够得一定比较高的分数 加起来的话 72分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单项选择题 20道没到1分 也就是总共20分 对于这一块的要求 我要求大家必须20分里面拿18分 为什么 因为单项选择题 虽然看起来数量都20道 但是它的难度不大 难度不大 它考的很多都是皮毛型的东西 我在讲过 我说这个点会考代言题 那个点会考代言题 基本上我说的这些点 它就会考 所以它的难度不大 只要说你认真备考了 我的课听了 单元题拿高分是难度不大的 那接下来再来看多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一共是10道题 但是每道题是2分 加起来20分 这多项选择题里面要注意一下 你怎么样呢 尽可能在不会的情况下 不要多选 不要多选 因为你一旦多选 就0分了 错选也就0分了 举个例子 假如说正选答案是ABC 你从五个选项ABCDE里面选了 ABCD A BCE 也就是说这个D和这个E 它是多的一个选项 对不对 只要多的这个选项 你选了 那整个就是0分 错选什么意思呢 错选就是你ABC选了什么ABD 本来这个应该选C 你选了D 这个也是0分 那少选就是你选了AB 选了AC 选了什么呢 BC 这都属于少选一个 少选一个 它是给分的 但是呢 不会给你两分 一般是按照少选的每个选 得0.5分的一个原则 AB它是两个 这两个是选对的 但是缺了个C 所以选对的这两个 每个0.5分也就是这三种情况都是一分 都是一分 那又特别说了 我只选一个了 只选A 只选B 或者只选C 那这种就0.5分 0.5分 这就是我们多选手的题的一个 题的一个要求 或者越卷的一个规则 大家要知道 所以我们尽可能是不要多选 因为多选没啥好事 那对多选题20分 你要拿多少分 我觉得你应该拿15分到16分左右 这个虽然要求有点高 多选题得15分16分 还是要求比较高的 但是你如果能拿到这个分数 你对后面爱立体的压力就小了 你看一下单选题 多选题加到一块现在多少分了 我们大概估一下 也就是33到34分 那现在还剩多少分 是不是现在还剩差不多40分左右 我们加到一块就达达到72分左右了 所以我们现在80分的案例 我们只需要的多少分 只需要的40分 我们就能够及格了 所以此时此刻的话 你80分拿一半的分数 40分我觉得其实难度不大 因为案例题 虽然说相比较选择题难度大一点 但是它的一个整个命题的一个规律 我们在这里是很明显的能够发现 就说比如今年他考了夯道 明年他就考警统 后年继续考安道 大会年考警统 无论是夯道警统只要你掌握了 那到案例它的一个20分左右 你基本上能够拿18分左右 所以的话呢 对案例题有些它是很有规律的 难度也没有那么大 所以你80分拿40分 我觉得肯定是没什么多大问题的 你看加到一块 现在是不是就72分几以上了 所以对每个百块 你的得分一定要有目标 一定要清楚这一块自己该拿多少分 否则的话 就会导致有些地方它分数比较高 该拿的分数 其实这一块没有拿到 有些地方这个分数比较低 本来一个拿高分的也没拿到 加起来达不到几个线 这个就有点糟糕了 好这是咱们的诗卷的15节 这个诗卷结构 接下来给大家再来说一下 咱们对于案例题部分 也就主观题 它的答题的一些方法 在这里简单做一下介绍 简单做一下介绍 因为它是案例题 难度比较大 需要大家写字 所以我按照历年考试过的真题 把咱们的历年 案例题 它的题型做了一下分析 一共有这么七种题型 第一种题型 就是补充内容性 一般就是什么 你教材里面学了什么 然后案例背景里面给出来部分 然后把缺的部分给它补充上去 这有补充内容性的 这个就是你要靠背下来的知识点 去进行补充 第二个例行叫做判断改错型 这个其实是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的问题型 因为什么 因为只要让你判断改错 那一定案例背景里面 所对应的这个区域 它是有错误存在 然后你把错误找出来之后 把它的正确的做法写到下面 这个问题就算完成了 所以对这个判断改错型 一定要注意 我们一定要学会去研究它的一个 初期的规律 因为一般这种判断改错型的 这个改错或者找错 在案例背景里面 它是有很明显的这种 影子在里面 你如果案例做多了 你会自然而然在这个读的时候 就发现这句话懂得总感觉不对 这个体感就上来了 这是第二种理性 第三种就是判断分析型 判断分析型是比较综合的一种题目 就是说你在案例背景里面 你要怎么样 分析出来人家问的是什么东西 找出问题的突破口 这个其实相对比较综合 也没法去给它说的很具体 第四种图表的表达型 图表表达型 这个是现在近两年比较热点的一个考法 你看一会会展示一个 二三年的一个考题案例题 它里面就有一个案例说了 请你指出图一或者图二 里面这个步骤的这一步是什么 它的名字叫什么 是这样的 所以对于这个里面一定要注意 我们要学会实图 这个图里面的这个步骤 上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是什么 以及里面的这些数字 这些名字叫什么 我们都要熟 这样的话才能找出来它里面缺的内容 以及存在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这个一定要怎么样 总确 如果这种不准确直接就是零分 这个图表表达型 第五类叫分析计算型 分析计算就是我们图上说的案例的计算体 那这种在矿业实物里面相对其实是比较少的 相对比较少的 就是一般如果有个计算 它就是简单的加法或者乘法 这是相对在矿业实物里面相对比较少的 第六个是简单的弄达型 这个当然就是跟咱们前面说的 这个第一个例行 补充内容型有点像 这个的话就是让你根据案例背景去分析 分析 比如说案例背景里面要求你 整理爆破 放炮里面的这个 安全的要求是什么 让你要去写 或者我们施工注意的一些要点 是什么 这个要你去写 这个其实考察的不光是教材上的内容 而且考察的是你线上的施工经验 这种题相对也有的难度 但是考的比较少 第七个就是中国分析型 这个相对来说就也有难度了 它需要怎么样 根据案例背景全部读完之后 然后再去分析 也需要结合案例背景 还有我们学过的知识 还有线上的经验 当然在我们的二件里面 这个题目的例行相对比较少 一件里面是相对比较多的 所以整个七种题型 有些难度大 有些难度小 我们二件里面更重要的是偏重一些相对难度比较小的这种题型 来进行考察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说了这么多看一下 这个2023年考过的一道案例 看他的一个提醒是什么提醒 其实我们这一PPT 打开就能看到 他给了一张图 只要给一张图 你记住了 矿业实物给一张图 后面的问法肯定跟这个图是离不开的 因为他不可能这个图摆给你 而且这个图里面 你简单一看的话 它里面呢 有这种字母 只要有字母 那肯定是让你补充这个字母所代表的这个工艺 是什么工艺 还有这么一个图 他不光一张图 前面这个图叫做工艺流程图 后面这个图叫做什么呢 设备布置图 那这样的话 我们首先来看问题 在这里不是说把这个题来讲透 去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这种图的题目是怎么来考的 真正考我的题目 你看一下他的难度怎么样 所以在这我就直接给大家说一些答案 你就看一下这样的题目 他是怎么来进行考我们的 就可以了 在这里有四个问题 我们看到 第一个问题 说根据绝境的工艺 指出图1-1中工序A工序B的名称 我们来看一下 1-1在这里 工序A工序B的名称 那就相当于这个工艺到底叫什么名字 让你要写出来 那我们有钱往后看吧 从前面第一步是交接班及安全检查 第二步是打野准备 打野准备 准备工作做完之后 他分为两条路 下面一条路是工序面出干 上面一条路是A A下来就是工序面倒干 毛赶时工 打下部炮眼 那请问一下 打野准备完之之后 我们应该干什么 肯定是打野 你如果这里写打野的话 他应该对不对 他就不是很准确 为什么 因为人家后面又补充了一个打下部炮眼 所以的话 此时此刻对于这个航道绝境工艺里面 他上部炮眼和下部炮眼肯定是分开打的 你如果A是打炮眼 那下面的打下部炮眼 这个就多余了 对不对 所以你的A应该是打上部炮眼 然后倒干 两棒毛赶时工再打下部炮眼 是这样的 然后完事之后 我们就装药连线 放炮通风 放炮通风完之后 出喷糊凝土顶部毛赶时工收尾工作 你在这里看一下缺什么 放完炮 我们立马要进行后面的初步的烹热红牛土植物工作 放完炮我们应该进什么 对了 应该是安全检查 所以我们的一炮三检在这里 它是进行一个考察了 一炮三检的最后一检 就是放炮完 爆破通风了 我们要怎么样 进行安全检查了 所以B安全检查 A是打下部炮眼 我们的第一问是不是就看出来了 你如果对这个耗道的工艺不熟 你A和B 你觉得你能不能答出来 当然我们现在还没学知识点 你看他就这么来考我们 鱼腿可以学这个比较难 其实它不难 你学到最后你就会发现 我们考试的时候 他考的工艺一般就是按这个图来的 假如咱们的今年 你考这个工艺 他仍然这么来考 他不会变很多花 这就是二届的考试 不像一届他会比较灵活的 他比较灵活的 明白这个意思吧 所以你今年我给大家怎么讲 你考试过程中也会怎么来进行出题的 它不会有很大的变数 所以历年的这种真题 你一定要视为宝去做它 当然在这里我们只是展示一下 好这第一问接着看第二问 根据图1-2 问图1-2 知乎情况 给出喷复盆混凝土的工作距离 这个距离工作面的距离合理的间距 这个指的就是你进行决进完了 我要怎么样了 出喷复盆 那出喷离咱们前面决进工作面多近 复盆离咱们决进工作面多近 你看一下这个图1-2 首先你从这个图要看出来工作面在哪里 他给了A图和B图 A图是平面图 B图是泡面图 这个平面图 平面图就是从抗道的顶板往下看 抗道顶板往下看 对吧 平面泡面图就是从侧面 看 那工作面在哪里 工作面是不是在这里 这是工作面 工作面在这 对于我们决进完 出干 出干要进行知户 那知户有出喷混凝土 复盆混凝土 可以说 出喷混凝土是不是我们工作面 达到哪里 你出喷混凝土应该做到哪里 这个跟咱们的决定 它是基本上 相差的时间是很短暂的 可以说你的出喷 与工作面 它是零距离 是不是 所以出喷混凝土与工作面 它是零距离 那覆盆混凝土 在这里所说的它其实是永久 之户 我们规定 永久之户 与你的绝境工作面 之间的距离 最大不能超过40米 也就是说 你永久之户在这个地方 工作面在这个地方 他们的距离如果大于40米 相当于你没有知户的区域 范围太大 它安全不安全 不安全 所以规定 你永久之户离咱们的工作面 它的距离 不能大于40米 所以对于覆盆混凝土 它永久之户的话 应该是40米的合理解决 这最大距离 这是第二问 触盆是零 覆盆是40 接着看第三 根据图1-2所示的施工设备和施设备工艺 流程 指出其设备设施布置的不妥知处 说明理由给出正确的布置 那来看一下 这个明显就是从1-2里面找什么 找设备设施布置的不妥 给出理由 或者给出这些布置 这就是典型的图表里面的找错 你首先要找出不对的地方 然后给出理由为什么不对 或者正确的布置 好 那么来看这个图里面 有什么问题 这个图里面 你首先要看 图里面的这些名字 某杆 八斗专业机 风斗 八斗 尾龙 给了这么多 下面的图因为是同一个图 只不过视角不一样而已 我们就不去看了 那你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某杆 这个某杆 按照上面的前面的描述来说的话 我们的某杆的长度两米 肩排距 800毫米 某杆长度两米 某杆的肩距和某杆的排距 都是800毫米 也就是0.8米 在这里 你看都是按照我们前面的描述 来进行试固的800 对不对 这个我们就不再去说了 这个没问题 然后再来看这个风筒 这个风筒你来看到 他是怎么样的 明显是鸦务式的图分 前面应该也说了 看到没有 鸦务图分 这个我们在这里就简单来给大家说 不是说为了讲这个案例 鸦务图分 鸦务图分的话 就相当于我们从这个风筒进来的这种 所谓新弦分流 新弦分流 然后通过这个风筒口 出来 推到咱们的工作面 来给我们工作面提供我们的这个 工作需要的这个氧气 那也看到这个风筒口距离咱们这个什么 工作面 他是 15000毫米 你看这个大约是15000毫米 那15000毫米是多少米 是不是15米 15米 那请问一下 你这个风筒口距离工作面的距离可不合适 不合适 我规定是不能超过10米 规定是不能超过10米 原因就是你这个风如风筒口如果离这个工作面远 那这个风是送不到工作面工作面用不到 所以你一个离他近一点这个风就能送到工作面 所以这个风筒就沿着咱们的这个工作面的推进应该怎么样要持续往前走 是这样的 除此之外 咱们接着往后看 八斗 八斗 八斗装严机 为为龙 而且下面给了个数字 你这个八斗装严机 与咱们的工作面之间距离是4万毫米 这个属于40米 对不对 40米 离咱们的工作面这个近还是远 这个远 你如果离这个八斗装严机 连咱们工作面很远 它这个出竿的效率会很慢 很慢 所以这个40米的距离它也是有问题的 所以此时此刻咱们这个图里面找出来了 基本上这么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风筒出风口距离工作面距离15米不妥 应该怎么样 不大于10米为一 另外就是八斗布置的位置不妥 离咱们工作面距离太短 原因就是装扎效率第一 耗时长影响咱们的循环作业的一个时间 对吧 这咱们的第三问 第四问说了 放到烹热混凝土的厚度和强度检测可用来的方法 这个就是典型的论答题 或者简答题 这个无需要去看图 也无需要看这么一段话 来判断它的答案 这个就相当于就是你背下来了 你就能够直接答上去 不需要看任何东西 你被背下来这个就没办法了 好 这就是咱们的这四个问题 在写答案的时候 A是什么 B是什么 第一问 你要能够总确简单的写上去 你写一堆无关的 它是一分不得的 人家问什么答什么 第二问 看一下 初喷 跟工作面是零距离 复喷不大于40米 第三问咱们刚才说过了 两个不妥之处 人家给你要说出理由和正确做法 其实在这里答题的一个正确的做法就是 不妥写好之后 你后面一个加个理由 然后再加个什么 冒号 就是什么什么 对吧 不妥是不妥 理由是理由 咱们标注清楚 这样是最好的 第四问就是咱们的烹热混凝土检测方法 还有烹热混凝土强度的检测方法 这个都是我们后面即将会讲到的教材里面的那种 啊 你看啊 23年考了 咱们今年有没有可能会考啊 这些方法要记住 烹凝土烹热的厚度检测方法有天灾法 大红测量和取清法 烹热混凝土的强度检测方法有 拽取法 烹大板实验法 早化切割法 以及 无松检测法 那对于我们 无松检测法是比较推崇的方法 因为他对于我们的知乎是没有破坏的 好了 这就是这些方法 哎 这个题呢 你可以看就简单的 你如果汇到就很简单打写上去 这个满风就拿到了 那你如果没背下来 这就一风拿不到